今天我們完全沒有動員 純粹是彼此的情感 在這個重要的時刻 一起來走過時代 以及台灣以及花蓮 最關鍵的時刻跟力量 各位親愛的夥伴 各位親愛的大哥大嫂弟兄姐妹 在21世紀的今年 是一個巨大變動的一年 不只有烏克蘭的戰爭 更有以色列巴勒斯坦的衝突 全世界兵凶戰危 我們在此時此刻 更應該要好好的守護中華民國 守護台灣 唯有台灣好 花蓮才會好 所有親愛的各位家人 我們看到這麼多世界的火藥庫 一個一個引爆 我們看到這麼多的人民流離失所 在這種最艱困的時刻 在這種最艱困的時刻 我們一定要心手相連 讓台灣的動 不會走向錯誤的地方 我們身為國會議員 我們身為國會議員 不只要守護國家 更要守護人民 我們看到這幾年 我們的中央政府 請其所能 貪污腐敗 無能 五十萬的小吃店 可以買五億的快塞機 停業的小公司 可以進口七億多的雞蛋 幾百億的錢 可以加煙草公司來做 在紫布羅頭註冊 資本額只有四千塊台幣 來做幾百億的生意 這就是今天民進黨的政府 貪污腐敗 腐敗到無極限 毫無禮義廉恥 我們在看到 在全世界的疫情期間 大家要怎麼樣保護人民的安全 我們的政府 竭盡所能 人民錢都不放過 都要賺 就是務必讓全民打高端 完全無效的疫苗 為了要炒作股票 千億的利潤 這就是我們的政府 今天我們看到 這麼無能腐敗 連雞蛋都買不到的政府 我們幼兒的營養 要如何來成長 再看到 我們把美國的萊豬都吃完了 當時賴靖德先生 吃辣公投走遍全台灣 說要守護台灣 為了顧經貌 所以我們必須要吃萊豬 這個毒豬 結果大陸不放無豬 歐盟不放毒豬 台灣放了毒豬 讓我們的孩子吃萊豬 到今天台美FTA在哪裡 台美安保協議在哪裡 什麼都沒有 我們只有國防預算 短短五年 從四千億增加到六千億 我們所有的中華民國的 行政員各部會 只有國防預算 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我們守護中華民國 本來就應該 我們擴充我們的國防 我們全力支持 但是這些人 違法亂陷 要毀掉中華民國 就為了幾個人的利益 還要我們的軍人 我們的孩子 為他們血灑台灣海峽 今天不只是戰爭與和平的選擇 更是腐敗到底 以及要怎麼樣撥亂反政的時代 我們看到在2008年5月20號 國民黨執政以後 兩年八個月 在2011年1月29號 兩年八個月 蘇花改就動工 2016民進黨執政到現在 八年了 蘇花安在哪裡 八年了 連環平都還沒有送 預算都還沒有編 賴清德還來花點騙 所以預算都騙好了 這個詐騙的政黨 天天就是欺騙台灣善良的百姓 我想今天 守護國家 則無旁財 保護人民 更是我們無可迴避的承擔 最重要的是 我們不只要維護兩岸和平 我們更要讓台灣安居樂業 我們華東區域能夠發展 我們不只要打通蘇花安 更要興建華東快 再把國道六號 銜接台中和花蓮 讓台灣成為一日生活圈 這是我們共同的期待 各位親愛的夥伴 各位兄長 各位大嫂 各位弟兄姐妹 我們一起同心協力 為中華民國的勝利而努力 為花蓮的代代子孫的未來而努力 為和平發展到台灣安居樂業而努力 我們一起為台灣加油 為中華民國加油 為我們的花蓮來加油 好不好 中國民國加油 洲光民國加油 台灣加油 台灣加油 花蓮加油 塔 Min 華麗仁 加油 復坤旗 洞帥 華麗仁 加油 坤旗 坤旗 復坤旗 洞湯 洞湯 復坤旗 下架民進黨已經是權盟構思 讓這個腐敗他們的政黨儘快的下台 還台灣一個如今安全和平的空間 這已經是我們大手牽小手 在2024年1月13號一定要來下架民進黨 對於國民黨 民眾黨以及所有在野的人士 大家是不是能夠核阻成為一個團隊 我想今天國民黨不斷地在堆結善意 我們唯有大黨無限的付出 希望大家能夠同心 我想雖然還有一天半的時間 我們絕對不會放棄 會持續的來努力 至於未來到2024年1月13號以前 這個都有所有可能合作的空間 畢竟大家最後就是下架民進黨 國會要過半 讓民進黨不能再亂了 我想這是全民共識 我們一起來努力 我們也忠心地祈禱 把大我放在前面 所有的小我統統放下 唯有團結才能夠引回台灣 讓台灣得各個和平 繁榮安定自由 有Google Generally,我們可以努力 在這邊